过去大家比较认为台湾的东部 是一个对共军的飞机跟船舰来讲 相对是比较难触打的地方 我们的这个重要的战机 也都在花莲 花山洞 在那个地方当作一个基地 但是这两年 随着共军潜舰能力的提升 现在从巴士海峡到宫谷海峡 这中间以台湾东部外海为一个弧线 就形成了它的活动范围 所以这一次军方所透露出来的 有关共军在台湾东部地区 有一个推定 它是用山东舰进行外海的大演讯 而且这个演讯 可能还是以美国作为假想敌 就是说有一天 如果它对台湾来发动军事攻击的话 是假想美军介入的情况 我看了一下资料 共军到台湾东部外海的动线 专家认为 以我们现在国军的 关通系统的搜索距离 恐怕是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的研判可能是美日 给予台湾的一个情报的分享 那么过去我们知道 在有关台湾能够得到外部支援 有一个优先要克服的就是 我们跟美国的资讯都不能连通 跟日本都不能连通 那么现在看起来 似乎美日台的重要的军情的一种连通 似乎已经逐渐的成熟了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也因为山东舰的不寻常的状态 而且最近他们的福建舰又在做了 那每一艘新的航母 它的功能都不断地在提升 那这次山东舰的动作 军事专家也提到了 不能排除可能从东部来发动攻击 我们知道台湾的东部 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 所以可见如果是东部发动攻击的话 它早一点的 应该不是 要摧毁台湾的西部的 不得 毕竟隔了一个海峡 所以它应该还是一个 要阻挙美日的联军过来 有这么多上述的专家的分析 我们得到最重要的一个讯息 就是国防部长邱部长讲 敌情蛮特殊 是怎么样 是紧张呢 还是说是部署的一个常态 但是并没有到很紧张的状况 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台湾进入大选季 那么现在共军在加上中共 现在习近平内部有非常复杂的问题 包括火箭军 包括国防部长的问题 所以也不能排除最近的这些军事动作 有中共内部军队有关指挥权 博弈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们应该密切的注意观察下去